外面湿冷的空气,让他倾壳了一下,但是等到胸腔里的浊气途径,就感到全身都舒坦,活动一下自己的双臂,并不急着进入小楼,而是在路边的小径上踱步。 长孙最喜欢的地方就是玉山,以前还总是去九成公,自从玉山横空出世之后,这几年里就去了一趟,他喜欢踩着枯叶散步,也喜欢看瀑布铭泉,有时候去书院的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,抱着书本去饭堂打一点简单的饭菜,和那些学子们一起用餐,顺便问问他们的状况。 和年轻人在一起,他总是觉得自己也变得年轻,皇后不该是这个样子的,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天下之母,不是没有大臣上本弹劾过自己有失礼仪,但是长孙真的不在乎,一辈子难得开心,依然我行我素,李二将弹劾皇后失礼的家伙,远串到了高州钓鱼, 他对皇后的这点小爱好,是赞许支持的态度。 皇后住的小楼不远处,就是一片南竹林,他看见两个小姑娘正在竹叶婆娑的地方,拿着锄头刨地,好奇的走过去了之后,才发现的是高阳和蓝铃。 两个人挖地挖得起劲,累得呼吱呼吱的,脑袋上热气缭绕,旁边的竹篮子里放着四五根冬笋,看样子挖了有一阵子了。 一看就是一个不会干活的,好好的笋子,被一锄头挖成了两件,真是的。 长孙接过蓝铃的锄头,没理会两个丫头失礼,袖鞋踢开地面上的枯叶,顺着竹边的方向走。 很快啊,就发现了一根冬笋,三两下就挖开泥土,轻轻的卸下一根完好的笋子。 母后好厉害,姐姐是笨蛋,已经挖断了好几根了。 马屁经兰铃立刻就上前工位,工位的同时还不忘记踩羔羊一脚。 怎么想起来,来这里挖笋子了?挖冬笋的时候还不到,现在挖,没多少能吃的,糟蹋东西啊。 长孙一连挖了三根笋子,感觉全身热乎乎的,这才停下手,问羔羊。 云鸭和五妹有红油炒的酸笋可好吃了,姐姐问她要,她才给了一点,然后姐姐就生气了,要自己挖笋子,找厨子,腌酸笋。 在长孙面前,高杨的话很少,但是马屁经兰铃就把她的一切汇报了出来。 长孙大笑了起来,拎着锄头,让姐妹俩拿着自己挖的笋子,跟着自己走。 出了竹林才发现,外面已经开始飘雪花了,皇宫的侍卫正在这里布置岗哨,牛车上拉的都是从书院借来的一个个的小亭子。 这种小亭子是可以随便移动的,四周加装了玻璃,专门给野外的护卫们使用的。 自从上回云叶听到了那些在山里动得嚎叫的护卫长音之后,就专门让书院设计了这个东西。 里面有一个小炉子,人待在里面很舒服,明哨点上油灯就是,暗哨只要不点灯就好,有毛损接口,一盏茶的功夫就能搭建好,这东西的出事赢得了所有护卫的好评。 母后,我今晚能不去书院睡觉吗?一大早要跑步,太冷了,我鼻涕都被冻出来了,这样不符合我一个公主的仪态。 不行,你们晚饭可以和母后一起吃,但是必须去书院睡觉,明天早上也要去跑步,鼻涕的事情就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了,留鼻涕的公主确实不雅。 我只是流鼻涕,云牙睡着了,有时候会放屁。 我有一回,企业听到了,很想,吓了我一跳,早上问他,结果他就打我,还不理会我,以前都给我酸笋吃,现在就不给了。 听着兰玲续续叨叨的说书院的事情,长孙笑得乐不可知,摸着兰玲的脑袋说,你一个机灵鬼,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? 闺女佳佳的被人家问到了修处,让人家怎么做人呢? 他打你,我就不信你没有反击。 兰玲给人家起歪号叫臭屁王,说他放屁的声音很大,是屁中之王,结果这个名字就在书院传开了。 不但女生知道了,就连男生好些人也知道。 云鸭整整哭了三天,他哥哥回来,才算是安定下来,兰玲被处罚了。 我最多是给厨房帮忙,你跟随着摸击,学习那些奇怪的动作,我还没有告诉母后呢。 就穿着蟹裤,腰扭得像蛇,屁股抖得像筛糠。 母后,您不知道,现在羔羊的腰非常的软, 能把脑袋搁屁股上。 长孙的眉头皱得厉害,自己的两个闺女去书院之前,从来说话不会这么粗俗, 怎么在书院停留了大半年,就屁股啊,屁王之类的都出来了呢? 这哪里还是公主啊? 明天要问问云叶,怎么教的孩子? 高阳兰玲陪着皇后吃完饭,就被马车送回了书院,兰玲趴在窗口,看着外面的小雪,对高阳说,您觉得这个法子有没有用? 高阳低着头,整理那些笋子,对兰玲的话充耳不闻,自己已经许配给了房仪爱,当时呢还很不满意,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幸运呢。 房仪爱一身的武功,虽然在薰贵少年中算不得最好,遇到李鹏腾他们还是会揪亏气甲, 但是和其他姐妹的夫妻比起来,已经算得上一等一的了。 我知道没用,母后那么聪明,一定会看穿我的小把戏,如今吐蕃人在不断的游说那些大臣,想答应他们和亲的事,现在年纪最合适的就是我了。 姐姐,我不想去吐蕃,先生说了,那里基本上没有夏天一说,一年里只有三个季节, 大雪覆盖的日子足足有半年,更何况,咱们唐人上了吐蕃高原,活不久的,姐姐,帮帮我吧。 蓝绫的小脸变得煞白,在窗外纷飞的白雪硬唇上显得格外的娇弱,自古以来和亲的女子就没有好下场的。 汉家406年的江山,不知浸染了多少皇家贵女的血泪。 王昭君出赛,一曲平沙落雁,断人长,蔡文基的胡家十八拍催人心肝。 蓝绫只想躲在大堂,卖自己的奶堂,不愿意去白雪挨挨的高原,做吐蕃王的妃子。 好不容易想出了粗俗这一个办法,如今看起来效果不佳。 高阳不敢给他胡出主意,这时候的蓝绫,哪怕是救命稻草,也会死死的抓住。 他们偷偷看了那些吐蕃人,结果被吓得魂飞天外。 脸上涂着淡黄色的泥巴,他们不敢肯定那到底是什么东西。 风吹过来,青山的气味能让人避过气去。 大夏天撇着羊皮袄,上面的狮子在进进出出的闲逛。 其中一个武士,摸到了一个肥瘦的,想都不想,就扔进在嘴里。 吐蕃人一般只洗两回澡,一次是出生,一次是死亡。 想起先生讲述天下地理风俗的话,蓝绫认为自己如果去了吐蕃,绝对没有活过十天的可能。 高阳使劲地想,他发现除了大姐,好像别的姐姐的婚事,都是父皇指的婚。 大姐的也是,那个人听说和吐蕃人一样的恶心,但是很快,那个吐王就死了。 大姐最后成了那片土地的主人,如果蓝绫想要逃避过去,除非他出手。 犹豫了半啥,才小声地在蓝绫耳边说出了自己的主意。 蓝绫死灰般的面容,终于恢复了一点血色,小拳头握得紧紧的,自己怎么忘了,这大姐夫才是自己最后的希望啊。 进了院子,女管事就落下了门栓,蓝绫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寝室,只见云鸦,小五,长孙兰,正拥着被子坐在下铺上打牌。 见蓝绫回来了,云鸦张头说, 我西乡的明洁帮您,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呀,反正我不打算嫁人,有没有明洁都一样。 你们皇家怎么这么麻烦呢,要是我哥哥,才舍不得把我嫁给那些臭人呢。 臭人才打小木的主意,我哥哥这些天就不断的找吐蕃人的麻烦,听说吐蕃人的腿已经被打射好几条了。 小五推了云鸦一下说,不一样的,师父站在自家的立场上考虑问题,陛下需要站在天下的立场上考虑,吐蕃人难得下大唐示好,这确实是一个两家修好的好机会。 更何况,将来大唐公主的儿子可以继承吐蕃王位的话,那岂不是世世代代都会友好下去呀? 嫁一个公主很划算,如果这个公主够聪明,背靠大唐说不定很快就会大权在握。 当然,需要先把自己的丈夫还有那个陆东赞弄死才成。 长孙蓝,云鸦,蓝铃,包括刚刚进门的高杨都听得目瞪口呆。 小五见几个人都变傻了,把手里的牌放下说,吐蕃人不是要娶公主,他们是想要公主的嫁妆。 大唐也不是要嫁公主,是要求吐蕃臣服,反正对大唐和吐蕃两方面来说,公主无所谓,就是送一头公珠去,只要嫁妆让吐蕃人满意,他们也会高高兴兴的迎娶。 蓝铃,你把自己的身份高看了,你没那么重要,在天下设计面前,任何人都是无足轻重的,不过依我看哪,谁最适合呢? 隔壁屋子里的那个妖精最合适,要脸蛋有脸蛋,要身材有身材,又是商骨之女,随便找一个王爷,说为义女,给她加上一个公主头衔,嫁过去了事。 这个妖精说不定会把吐蕃掀个底朝天,要心机有心机,要手腕有手腕,再加上人长得漂亮,吐蕃的那些憋蛋还不高兴的晕过去啊。 长孙颤抖着声音说,小五啊,你们不是要害庞侍儿吧,他那么柔弱,去了高原,一定是死路一条啊,咱们不能这么做。 庞侍儿是你朋友,蓝绫是你表妹,你想想吧,反正都是死,庞侍儿去死,还是蓝绫去死。 长孙颤,想清楚,这个世界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,蓝绫不愿意去,那是肯定的。 庞侍儿愿不愿意去,你怎么知道? 说不定啊,他家正好想开拓吐蕃商道,正愁找不到门路呢,现在有这么个好机会,说不定啊,人家求之不得呢。 长孙颤抖吱吱呜呜了很久,突然说,我才不要现在就选择。 五妹,你想的太简单了,说不定人家吐蕃嫌弃商骨的身份太低,要一个身份高的,这里面公主下来就是你和云鸭。 你怎么不在你和云鸭之间选择,非要在侍儿和蓝绫之间选呢? 小五习惯性的拿出自己的折扇,在手上玩一圈,拿扇柄子挑起长孙蓝的翘脸说道,哎哟,没看出来呀,平日里闷狐狸一样的长孙蓝,今天倒是鸭尖嘴利,说得好。 如果是我和小鸭,你猜猜会发生什么事? 长孙蓝摇摇头,蓝绫也摇摇头,只有云鸭没心没肺的傻笑。 我敢保证,吐蕃人一定娶不成我们,因为我师父不答应,我师父不答应,吐蕃人就会很麻烦。 知不知道,吐蕃人莫名其妙的死了三百多,我敢说,吐蕃人要是敢要我们,一定会死得更多。 即使我和小鸭上了高原,弄不好啊,那个吐蕃王已经死悄悄了,我们直接去当王后,大权在握,也不错。 白痴,高杨骂了一声,就脱掉自己的衣服,爬上了自己的床骨。 和这些把天下英雄看得狗屎不如的白痴,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。 蓝绫刚刚起了兴致的脸,一下子就垮了下去,低着脑袋也脱衣上床,没了说话的兴趣。 自己的父皇母后是人里面的霸王,吐蕃的松赞干部听说也是人杰,这次来大唐的陆东赞听说也博得了大唐君臣的一致好评,自己一个小女子想要在这些人手里钻空子太难了。 张孙岚有点不好意思,她家里的哥哥多,回家的时候总是能听到他们斥责方求的声音,所以耳濡目染了这些激情,现在被羔羊一语道破,很是难为情。 小五站起来,拿着扇子敲着脑袋说,白痴和天才只有一步之遥,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?是我师父说的。 他又说,燕雀和红壶之间也有共同点,那就是都要飞。 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话,你不能说它是错的,哪怕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可笑。 很久以前,人们认为肉只有一种吃法,那就是烧烤。 后来锅子出现了,人们开始知道吃肉了。 以前人们认为,从悬崖上往下跳,绝对会被摔死。 结果,魏王殿下证明了,只要做好准备,挂上降落伞,就一定不会摔死。 羔羊,你只凭猜度,凭什么说我的主意是白痴呢? 羔羊把身子钻进了被子里,把自己的脑袋捂得严严实实,不和妩媚争论。 因为这样的争论,绝对是妩媚所擅长的。 书院里有一条座右鸣就是,从不在别人最擅长的领域向他发起进攻。 既然自己的长处是理智,妩媚的长处是疯狂和冒险,和他争辩是不理智的。 没有人和自己说话,小五呢,也觉得无趣。 看到长孙兰拖得只剩下一件胸围子,就吓唬他说, 今晚可是西帕地亚先生查房,要是被非礼,别说我没警告你。 长孙兰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给小五,抽出了被子里的暖婆子,自己钻了进去。 大雪天钻热被窝,实在是绝顶的享受啊。 隔着玻璃,看着外面大团的雪往下落,小五觉得没意思透了, 不知道远在鼠中的娘亲和大姐,小妹是否平安。 上回来信说,大姐嫁人了,南方是一个小丽,小五就对姐姐深深的不值。 工业家的长女居然嫁给了小丽,实在是犹如门眉。 姐姐那么漂亮,太可惜了,如果娘亲和姐姐她们没回书中, 自己在书院里应该很容易就能给姐姐找一个好丈夫, 哪怕现在苦几年,将来一定是告命夫人的命啊。 刚才的一番话勾起了小姑娘的思绪, 我到底要嫁给谁呢? 猴杰? 这是个傻子,还没脑子,嫁给她岂不是要倒霉一辈子呀? 敌人节? 太熟了,几乎可以说熟的都没了感觉, 可她生活一辈子,现在就能知道八十年以后的样子,太没劲了。 小五的脸孔突然变得红了起来, 把下铺的小鸭踩的是滋里哇啦大轿, 拍上自己的上铺衣服脱得金光, 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的, 好像被子就是自己遮风挡雨的外壳。 长安的雪只要下起来,就不会轻易的停, 站在玉山山顶,促看大地, 除了八条幽黑的水脉, 剩下的大地、城池、房屋全部都笼罩在茫茫的白雪之中, 天地间一丝风都没有, 红云下不断的有大片的雪花掉下来, 也不知道是谁说的,下雪不冷,化雪冷, 这个狗屁的下雪天里居然起了寒雾, 别的雾都是白的,该死的寒雾居然是青色的, 连续下了两天两夜的大雪, 道路早就被淹没了, 云叶穿着两三层皮球, 躲在爬里上,冷得直跺脚, 催促,刘锦宝快些, 皇后去了玉山山顶赏雪, 不知道发了什么疯, 不说别的, 光是那些侍卫扫雪, 就是一个大工程, 为了看一眼雪景, 代价也太大了, 这还是那个为了省钱, 宁可穿短裙子的皇后吗? 都知道玉山上有暖亭, 可是一个玉山的管事都不带, 这哪里会知道暖亭子怎么用啊? 估计这会儿连地龙都没有生招, 哈利只能到半山腰, 剩下的就需要步行上去, 看看地面上杂乱无章的脚印, 就知道皇后的主意是临时起义的, 快四十岁的人了, 也不能让人省点心, 自己患有气急, 一点都不知道爱护, 老孙为了皇后的病吃尽了苦头, 如果不是青霉素已经实验成功, 贞观九年就该把皇后送到地宫里去了, 哪里还有机会大雪天的跑出来祸害人呢?